男人吃饭从来不吃菜 只用一块臭豆腐就可以顶三顿 面对工友咸气味太大 母亲素芬在街道当环卫工 为了给公共筹医药费 不得已又来向队长预支工资 可一年十二个月已经预支了八个月的 她这次说什么也接不出来了 韩刚看见母亲对队长苦苦相求 心里非常难受 再加上父亲还不支持自己 于是就动了放弃高考的念头 你爸那边你就别管了 只要爷爷不是病了嘛 反正你别管这些事呢 妈想办法 第二天母亲瞒着老韩 假来到单位费了挺大 竟向同事借了三块钱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 家里又给老韩寄来了一封信 老韩看了以后 赶紧跑回家找素芬 要那十块钱做路费回老家 听小儿子说 早上看见母亲把钱给了哥哥 他又匆忙来到学校 对老师说准备让韩刚放弃高考 老师吃喝同学们苦心相劝 他还是硬逼着韩刚和自己回了家 不想多说让儿子赶紧把钱要回来 交给自己说把钱赶紧要回来 在韩刚心里父亲撕碎的是自己的理想 是自己的前途 所以瞪着眼睛说 不管怎样自己就是要考大学 就在这时候母亲和弟弟跑了回来 年霸占全校第一名 却在高考前一天被父亲撕了总考证 这都是因为父亲要用谨慎的心来到河边 先是问儿子脸被删得疼不疼 接着劝他别怪父亲 毕竟是因为爷爷病重 他太着急了 如果这辈子再也见不到爷爷 他的心里会有多难受 可韩刚还在生气说浑话以后 自己没有这个吧 最后知道父亲已经上了火车 才跟母亲回家 晚上母亲花了很长时间 才将准考证的 就这样第二天 韩刚正常地参加了高考 几天后素芬一进家门 看见带着校部的老韩 老韩安慰到早期也没用 毕竟父亲岁数大了病的幼肿 除了葬礼寒酸一点 其他的都还算顺利 接着对老伴说 就让那小子考吧 这也是爷爷临走前留下的话 当听素芬说 刚子现在正在考试 就摘下了胳膊上的校部 嘱咐素芬先不要告诉 儿子爷爷离世的事 省得孩子考试分心 一个高兴地将他抱了起来 母亲激动地说儿子真正气 然后又将爷爷的遗像 拿出来放在了桌子上 把事情的经过告诉了他们 兄弟俩含泪跪在地上 给爷爷磕了头 同时也算完成了爷爷的遗愿 你说哪有当爸的 不心疼这个儿子的呀 我记得自打他打了你以后 你就没再叫过他 你说你爸要是知道 你考上了这个北京的大学 指不定得多高兴 快去把这事告诉你爸 好好地叫他一声爸 子时还没有说话 转头看向儿子 骂他是不是吃饱了撑的 然后脱下手套 扔在了韩刚的脸上 让他滚蛋 下班回家才知道 儿子为什么去工地找他 看了录取通知书 嘴里不停地喊着出去了 早韩解释完以后 才理解原谅了他 大学是考上了 可上大学的费用又成了难题 小儿子说同学的哥哥 也考上了大学 听说最低也要带500块钱走才够 也哭起了穷 没借到钱的老韩 从工会主席这里 听说最近上级给厂里发了一些煤 但由于运力不足 只能动员礼拜天休息的工人 用三轮车去拉 结果动员了半天 还是阻拦之一要去拉煤 于是老伴就把韩刚 喊了出来去帮父亲 就这样爷俩硬是从十几里以外的货厂 将装满煤的三轮车 一步一步地往回拉 尽管汗水打透了父亲的衣服 他依然没有停下休息的意思继续前行 亲为了凑齐儿子上大学的学费 硬是将装满一车的煤从货站拉到了厂里 儿子的母亲也将祖传的手镯卖掉 虽然最后老含泪地被儿子推回了家 但因为这次的付出从厂里 韩强和东梅是青梅竹马一起长大 虽然窗户只一直没有被捅过 但他们的心里早就把对方当作一辈子在一起的人 由于东梅没能考上大学 就留在当地上了微笑 为了帮助韩刚凑齐学费 就求父亲拿出给自己攒的积蓄借给韩刚 父亲老安也考虑得比较全面 借钱可以但有点甘心 韩刚一走就是四年 像韩刚却认为当工人就是社会的最底层 不希望以后就像现在家里一样都穷得冒烟了 所以想有出息考大到家后韩刚问母亲他的腰怎么样了 母亲显得有些生气 骂他怎么就这点出息还在记恨之前父亲打他那一巴掌 接着又对老韩说离五百块还差四十多 实在不行就等月底发了工资 另外再借一点给儿子又过去 可老韩觉得还是带齐了走更好一些 这样孩子就能安心地学习了 另外又对肃芬说了一件他不高兴的事 因为单位又要去支援大西北 所以自己瞒着他又报了名 而且这一走就是四年 肃芬听了以后脸当时就沉了下来 眼看老韩摇摇晃晃地骑着自行车匆忙地赶往车站 可最后还是没能来得及将钱交到儿子手上 自即将坐火车去上大学 父亲却还在医院献血 结果只是为了能让儿子带足五百块安心学习 他摇摇晃晃骑着自行车来到车站 最终还是错过了火车没能将四十块钱交到儿子手中 转眼来到四年后韩刚即将毕业 而且还将留在北京参加工作 可支援大西北建设的父亲时隔四年却躺着回来了 因为在工地上腰受了伤所以只能在家疗养 而且以后都不能再干重活了 所以公司就给他办了并推让小儿子顶老韩的办 送走工会主席以后诉识 这天韩刚被叫到了主任办公室 得知自己留在北京工作的名额竟然被人顶替 尽管韩刚诉苦说自己已经和家里说了留在北京现在不知如何交代 可主任也只能一味地安慰他要振作起来 是金子在哪里都会发光 都没知道这件事以后感到非常意外 但还是表示不管他在哪工作自己都支持他 随后把韩刚两天以后回来的消息告诉了老韩 也能让小林的父亲改变对韩家除了穷傻也没有的看法 所以想趁这个机会公布他们结婚的消息 胡小英在韩强妈的眼里一直都是个心知口快为人善良的好孩子 所以表示赞成而且非常支持 唯独有点担心小英的父亲胡老三会不同意 不出所料胡老三一听小英说非韩强不嫁直接嫁 韩强听了小英父亲不同意的消息非常失落 母亲安慰他别着急 明天让父亲去找胡老三商量一下 第二天胡老三一听是老韩的声音就装起了病 老韩开门见山地问他要什么条件才能答应让小英嫁给韩强 胡老三明知道韩家的条件 所以故意说必须要有一事一厅的房子才同意 意思就是想让韩强知难而退 老韩走到院子里打量一番过后将自己病退不住的存折拿了出来 准备用里面仅有的一千块钱将院子里的棚子改成一个小房子 下午亲的打算告诉了他 可韩强听了以后觉得那房子也太小了 我跟你说明白我爸呢 大学四年后回到家 看到满脸沧桑的父亲却没能喊出一声吧 这都是因为四年前被撕了准考证还挨了他的一嘴巴 我知道他的内心是想大声喊出来的 可就是缺乏一股战胜自己的勇气 未来的老张人惦记着韩刚的工作落实情况 听韩刚说即将到银行上班提着的心可算是放了下来 银行的工资那可要比建筑工人高得多 韩刚谦虚地说毕竟大家的工作不一样 现在科学技术已经成了第一生产力 一台挖掘机可以顶上几十个工人干活 而且通过调查显示有些工厂倒闭的原因 就是退休工人太多造成的 赚的钱还不够发退休金的 所以没有这些人工厂根本不会倒闭 万万没想到第二天韩刚来到人事局才知道 自己竟然被分配到了华龙机械厂做出那 主任给出的理由很简单 今年的分配政策就是号召大学生先到基层去 为的是他们将来当领导干部打好基础 老安一听华龙机械厂就知道这是把这个大学生当初中生用了 所以就劝老韩在派遣证还没发下来之前 赶紧给儿子拖一下关系找一个好点的单位接受 可老韩却觉得这没有什么不好的 在一个不景气的厂里工作反而是一个发挥自己的好机会 父亲没咋着急却把未来的老丈人记坏了 一个人喝起了闷酒感叹上这个大学有什么用真的应了那句老话 可无奈痴情的女儿却对他说就算是韩刚去要饭自己也会跟着他 老韩在老伴的逼迫下只能去找马经理帮忙 可马经理已经听说了韩刚被分到机械厂的事 所以等老韩登门的时候就让爱人找借口说自己去了外地 回家以后老伴还有点不相信他的话以为他在撒谎 心里不平衡的儿子也气呼呼地走出了家门 而且正好遇见大学同学玛丽来找自己 因为玛丽的父亲正是母亲嘴里的能人马经理 所以他非常合理地被分配到了财政局工作 当他得知韩刚即将上任机械厂出那 回家以后就开始在父亲身上花起了心思 提起小时候非常喜欢自己的银行行长人叔叔 希望有机会能和父亲一起去问候一下 没过两天玛丽就骑着二八大杠来找了韩刚 让他赶紧拿着资料跟着自己去银行 任行长看了韩刚的资料以后非常的认可 接着又问玛丽他们两个是不是在谈恋爱 玛丽知道如果没有这层关系任行长不会答应自己留下韩刚 所以就直接承认 还希望任叔叔暂时先不要告诉爸爸 因为韩刚的工作安排好以后自己准备给他一个惊喜 任行长出去给马经理打了一个电话 确认他确实知道女儿有这么个同学以后没再多说什么 回到办公室直接告诉韩刚 明天就可以来办入职手续了 两人从银行出来以后准备好好庆祝一下来个遗罪方休 每几个回合玛丽就化身超级玛丽小脸喝的通口 同时也敞开心扉对韩刚表达了爱意 名牌大学毕业却被分配到机械厂做出难 就在无比沮丧的时候 暗恋自己九年的玛丽利利用父亲的关系轻而易举 就将他安排到了银行 在酒精的促使下玛丽终于表达了对韩刚的爱意 但韩刚因为早已经和一期长大的东梅定了终身 所以就拒绝了他 玛丽不肯放弃就问他想过没有自己到底需要什么样的生活 面对他的问题 韩刚没有回答选择了沉默 就连对东梅韩刚也没有说出实情 唯独父亲感觉到这件事没那么简单 然而自己的多心直接引来老伴的一顿批评 怪他自己帮不上忙还在这乱搅祸 这天胡老三为了儿子的工作又来找马处长帮忙 恰巧马处长有急事没工夫搭理他先走了 于是就求玛丽在父亲面前多说几句好话 可玛丽却认为他们应该互相帮助 画面一转胡老三就来找老韩闲聊 把玛丽帮韩刚安排到银行工作的事告诉了他 韩刚面对父亲的质问只能承认 东梅看韩刚不说话就主动表示现在还不想结婚 等工作先稳定下来有了经济基础在准备结婚 安叔 我们家的情况你也知道 我不想这么匆忙 马处长遇到了老同学马处长 于是就开始主动邀请了工 可不承想马处长根本不知道这回事 第二天韩刚穿上了母亲特意准备的西装和皮鞋 东梅还细心地送他一个包装东西 可当韩刚走进银行以后发现别人拿的包都很精致 上班第一天就被辞退的他垂头丧气回到家以后 听着家里人各自分析这是怎么回事 他不耐烦地求他们让自己一个人安静一下 玛丽知道以后来问任行长是怎么回事 可任行长只让他回去问一下父亲就知道了 这时就看一名员工走了进来 因为退 这都是因为行长发现了他和玛丽只是同学关系 所以在这个人情社会 任行长怎么可能做这种付出以后得不到人情的傻事 玛丽知道后又来找人叔叔求情 可却因为没有人了解最新的IS系统技术而犯愁 玛丽知道这是一次机会 于是就来找韩刚拿走了他的毕业论文 没想到任行长看了他的论文以后眼前一亮 觉得这个韩刚还真的是难得的人才 还忍不住把论文分享给了曾经学过金龙的玛丽父亲 看马处长同样也非常认可 解释说韩刚和东梅根本就不是一路人 一个是名牌大学毕业 一个是普通的护士 所以韩刚对东梅只有恩情没有爱情 在玛丽不断地诉说韩刚身上各种优点以后 父亲终于同意约韩刚出来好好见一面 来到见面的这天玛丽提前嘱咐韩刚 为了他能找回银行的工作 待会不管父亲说什么都要顺着他回答 马处长表示自己之前并不知道他和女儿的关系 所以才产生了误会 但现在自己要帮他去求人 韩刚看了看玛丽犹豫了几秒钟后 回答说自己爱玛丽 临走前玛丽还送给韩刚一个公文包 第二天韩刚果然顺利地又回到了银行上班 而且也有了属于自己的办公桌 任行长还嘱咐他以后 一定要好好干千万不要辜负玛丽的一片苦心 下班以后遇到东梅 他想开口说点什么却欲言又止 东梅知道 胡老三看到路过的老安就叫住了他 还想和他商量一下儿子家旺和东梅出对象的事 弄得老安一头雾水 认为胡老三应该是脑子出了问题 明知道东梅和韩刚从小青梅竹马 他还故意这么问 什么青梅竹马 光剩竹子了 马早跑了 老安提起他现在工作也稳定了 是不是应该和东梅结婚了 韩刚仍然用男人应该先立业 再成家为理由说再等一等 可老安觉得东梅已经等了他四年了 真的不能再拖了 韩刚看韩刚还在装糊涂不明白什么意思 于是就质问他能够进银行 是不是玛丽帮的忙 是 怎么了 他为了能够得到一份好的工作 选择了富家女 却忘记了苦等自己四年的女友 面对父亲说要去单位告状 开除自己 他仍然没有认识到错误 听到这一切的东梅哭着转身 离开差点被自行车撞倒 老韩和素芬来劝东梅 这件事一定会为他做主 房间内的东梅说自己没事 就让他们先回去 老安也没有再给老韩好脸色 回家的路上 老韩决定去找玛丽的父亲理论 然而真的到了面对马振华的时候 却有理说不清了 马振华认为做的 马振华听了这话以后忍不住笑着说 难道老韩的理解能力就这么差 结婚还有离婚的那况且他们 就死了这条心 随后马振华把老韩来找过自己的事告诉了玛丽 玛丽认为事情既然已经发展到这种情况 早点让事情公开也没什么不好的 于是早早的就来银行等着韩刚下班 而且在他的同事面前主动挽起了他的胳膊 韩刚告诉玛丽父母正在逼着他和东梅结婚 所以自己现在真的非常纠结 玛丽鼓励说只要他们两个共同努力 他的父母一定会接受自己的 毕竟哪有父母不希望儿女能有个好的未来呢 两人分开后玛丽直接来找了东梅 表示自己的所作所为 只是简单的想帮助韩刚有个好的未来 并没有横刀夺爱的意思 东梅回答说其实自己并没有多想 而且也非常相信韩刚相信自己的感觉 那就祝你们幸福 可是我觉得爱情它不光是精神上的 也是物质上的 我在想 如果让韩刚在你和事业上做一个选择的话 韩刚肯定会选择你 可是东梅你想想 到了那个时候 韩刚它会变成什么样子 它会快乐吗 玛丽的母亲并不看好韩刚 觉得那么多条件好的小伙子女儿 为什么会选择他 马振华为了证明女儿的眼光是正确的 决定让玛丽周日约韩刚来家里吃饭 让母亲了解一下 东梅来到韩刚的宿舍 问他和玛丽到底是怎么回事 可没等韩刚来得及回答玛丽就闯了进来 而且丝毫没有避讳东梅 说自己来就是通知韩刚父亲 让他周日到家里吃饭的 东梅非常难受忍不住就走了出去 韩刚要去追 却又被玛丽拦住说有话还要和他说 东梅跑出去以后回头看韩刚 并没有追出来彻底的伤了心 韩刚对玛丽说自己不能去他家里 而且不能为了自己的前途 却伤害了和东梅之间的感情 所以决定辞掉银行的工作 玛丽听了以后表现得非常失望 觉得她为了一个女人放弃了一切 真的很不值得 早知道你是这样子 当初我何必帮你呢 我居然为了你 都要跟我父亲断绝关系了 我走了 星期天你来不来我们家 你自己看着办吧 小子没钱上大学 青梅竹马的女友将父亲所有积蓄都给了他 四年后他为了前途违背了当初的誓言 和处长的女儿走到了一起 东梅不想成为韩刚事业上的绊脚师 决定主动和他分手 而且还随着医疗队去了边远山区 留下父亲独自在家 老韩心里实在过意不去说 最近要多来陪陪老哥们 你害得我还不够惨啊 我告诉你 打净起 我没你这个朋友 咱不能因为这个破事 咱们 如果老韩你还是对不住你 对不住东梅 可是咱们不能 银行的信贷部是人人都想进的部门 韩刚也不例外 但因为他是新员工 资历太浅根本没有希望 要想破例除非未来的岳父大人伸手帮忙 可毕竟自己和玛丽还只是恋爱关系 还不足以得到马振华的支持 恰巧这天 韩刚登门拜访未来丈母娘 吃饭的时候 马振华开始催着他和玛丽赶紧结婚 韩刚为了尽快得到他事业上 对自己的帮助只能答应 但倔脾气的父亲 还在因为韩刚辜负了东梅而生起 根本不想搭理这个儿子更别提去参加他的婚礼了 毕竟马振华也算个有头有脸的人物 为了面子也不能容忍新郎的父母不参加婚礼 不得已玛丽就来找韩刚的母亲用起了苦肉计 哭诉着自己暗恋了韩刚整整九年 现在走到一起是有多么不容易 而且为了韩刚的工作差点和父亲断绝了关系 韩刚的母亲虽然没有答应他 但心已经软了下来 回家以后和老韩提起了这件事 可老韩态度依然是非常坚定说什么也不去 玛丽接着又来找胡老三帮忙 毕竟胡老三的女儿将来会与玛丽成为轴礼 所以为了攀刀之就来找韩刚母亲这里添油加醋 说他就是太惯着老韩了不能什么事都让他说了算 实在不行就给他来的一哭二闹三上吊 素丰回家以后先是做了几个好菜 才提起去参加儿子婚礼的事 看老韩依然是又臭又硬说啥都不同意 还说他要是想去的话自己不会拦着 你不就是觉得对不起东梅那孩子吗 还不是东梅这孩子一个人的事 这关系的 这个韩家你是怎么做的人 怎么做人呢 再怎么做人 那你就不能为咱们自己的儿子想想啊 怎么想啊 你去啊 我没拦着你啊 让你去啊 我跟你说我的话 你一句你就听不进去 要求你自己去 我不去 我也不拦着你 不就得了吗 干嘛呀这是 我干嘛呀 我为了谁呀 我一辈子都为了你 这件事以后咱们不提了行不行 干嘛不提呀 这事就卡在这了 你去还是不去啊 就卡在这了 谁要再给我提这个事 我给你提 我告诉你 干嘛去啊你 别动 要求你自己去 我不去 我也不拦着你 不就得了吗 因为儿子被性弃义 辜负了苦等他四年的东美 所以老韩坚决不去参加儿子和处长女儿的婚礼 还说谁要是再跟自己提这件事就跟谁急 然后走出了家门 肃芬因为情绪激动犯了高血压躺进了医院 大夫嘱咐老韩不能再让他生气 所以只能答应老伴躺在病床上提出让他妥协的请求 因为舍不得前一天后就出了院 老韩让韩刚周末带玛丽来家里吃顿饭认下家门 这也就代表着自己已经同意了他们的婚事 玛丽的母亲提醒女儿初次登门是要给准媳妇见面里的 如果老韩家里到时候没有表示就得主动要 这个亏咱不能吃啊 玛丽本来就对倔脾气的老韩发出怎么可能还要钱 父亲嘱咐她在老韩面前千万不能低声下气的 一定拿出处长女儿的大方劲 不然过了门以后这辈子都甭想抬头了 韩刚母亲为了迎接未来的大儿媳妇 准备了自认为最高规格的饭菜 没成想却引来了小鹰的不满 对韩强抱怨自己把他家门坎子都快踏平了也没见过这么多餐 桌子上孤零零的猪蹄子到时候也不知道让谁吃 韩强只能让母亲把猪蹄切一下避免到时候再打起来 母亲看了一眼英子才知道这是生气了 玛丽为韩刚父母带的见面礼就算放在当下也算是大手笔 但老韩似乎并不买账脸上没有一丝笑容 接着母亲拿出了装有一百块的红包 虽然钱不多但也是老韩两个月的退休金 一旁看着的小鹰越想越憋屈 实在忍不住就拿洗手做理由走不出去 胡老三为了儿子的工作给玛丽的父亲可是没少送你 所以不停地嘱咐家旺在承建局一定要好好干 家旺听的耳朵都快磨出了老姐实在不耐烦烦也不想吃了 小鹰的性格就是脾气来的也快没的也快 韩强几句好话就忍不住乐了起来 然后嘱咐他千万别和他爸提准媳妇见面里的事 不然到时候再去向自己家里要钱 父亲可真是再也拿不出来两个月的退休金给他们 当连句话都没有就和玛丽离开了 素芬回家后把东梅回来的事告诉了老韩 觉得孩子看着挺可怜的心想能不能认他当干女儿 但被老韩阻止告诉求他千万别再添乱了 于是素芬心想给东梅做点好吃的补一补 但被老韩以玛丽吃剩下的东西东梅咽不下去为理由让他赶紧拿回去 素芬认为老韩在挖苦自己这真的是特意给东梅做的 东梅小子为了前途马上就要当上成龙快许 可房子问题成了眼前最大的困难 家里是不可能有他的位置就准备来单位要一间宿舍 可一听还要等上两三年才能排到自己也就断了念想 就在关键时刻老韩得知常理这片家属院即将拆迁 但由于新分的房子离市区太原 所以因玛丽得知这个情况后心想婚房问题这不就解决了吗 而且以韩家的条件可以换两个一室一厅 所以就求父亲利用关系把自己和韩刚的房子分到市里 虽然父亲是同意了 但现在关键问题是老韩不同意拆迁 为了说通这个倔老头老马就找到了胡老三 质问他胆子不小都敢和自己做对了 胡老三自己跟着签的名 为了将功补过竟然还利用起了女儿 鼓励小鹰逼着韩强回家向老韩要新房子 他不同意就不结婚 韩刚一听未来老丈人还能将房子从郊区换到室内 眼睛瞬间就开始放了光 这面韩强也没能扛住小鹰的威胁回家来找老爸商量房子的事 但老韩因为可以换两个一室一厅 老韩听了以后像是有点动了心 但还是表示要坚守自己做人的原则不能成为一个说话不算话的人 正好解决了两个儿子的婚房问题 可老韩并没有显得有多高兴 他爸 孩子的房子解决了 咱俩怎么住啊 大儿子和岳父酒喝的正进性 玛丽提起能不能让韩刚的父母先住到弟弟家里 解释自己倒是没有嫌弃的意思 主要是因为韩刚的父亲一直还没有接受他 所以现在突然住在一起肯定非常别扭 老马也在一旁附和认为女儿说的还是有一点道理 让韩刚回去好好和家里商量一下 没想到弟弟丝毫没有犹豫 看到新房以后却大失所望 一事一听的听只能放下一张单人床 根本住不下老爸老妈两个人 接着他来找韩刚说父亲让他回家一趟 看到哥最后两人都不肯让不气的玛丽回家找父母倾诉 而且还得到了父母对自己做法的支持 这时韩刚也追到了家里来找玛丽和解 老马毕竟做领导多年 所以做思想工作还是有两下子的 通过他的劝导 韩刚同意回家和父母商量一下 没想到这次母亲非常反对 还骂自己这种办法都能想得出来 一向倔强的父亲却同意了和老爸分开过 素芬听了以后感觉非常惊讶 质问老韩之前一直坚守的原则都去了哪里 可最后却因为把房子给儿子做了婚房 洛哥自己没地方住 只能分开两个儿子家中各去一个 没有一点思想准备还想放弃 但在东梅的劝说下最终同意和韩强结婚把孩子生下来 吃米已经煮成熟饭只能同意他们抓紧结婚 韩刚这面春风得意又借到了老丈人的光 即将被提升为银行信贷部的副经理 这也给了两人勇气开始憧憬着 在不久的将来韩刚会成为最年轻的行长 言可自己也不太清楚 素芬也就直接坦白了家里的实际情况 总共就几百块钱感觉实在是挺对不住他的 商量小英说先把婚结了 等以后用退休金再慢慢补贴他们 孩子生下来之后自己也会帮着待 没想到接下来小英的话直接将婆婆感动的流下了眼泪 第二天韩刚早早的回到家中 想确认一下是不是母亲跟着自己过 可现在两个儿子辛辛苦苦一辈子 结果为他们置办好婚房以后自己却没了去处 老伴因为要去小儿子家里伺候已经怀孕的小英 所以自己只能去投奔大儿子 毕竟韩刚是个人才所以只能做长远投资了 而且还答应负责女儿婚礼的全部费用 玛丽给小英买了一些营养品让韩刚转交 韩刚还拿出一些钱给弟弟留着结婚用 没别的事我先回去了 小英知道东西是玛丽买的就猜出他别有用心 听韩强说大哥想让母亲跟他们住以后更是火冒三丈说啥也不同意 看小英不买账韩刚只能继续求玛丽收留父亲 可玛丽仍然不肯让不起的直接就将电话挂断 加上同事添油加醋的几句话 她终于忍不住决定亲自去找婆婆谈判 玛丽认为韩叔一直不支持韩刚和自己在一起 如果他们每天见面的话难免会造成彼此都不愉快 所以为了能让老韩多活几天还是婆婆和自己一起过更好一些 婆婆解释说其实自说出来 小英面对挑衅丝毫不怂 反驳玛丽就算自己再不好但也比她强多了 你强走了都没解的韩刚 你就是这世界上最坏的女人 天内打的人羊马帆同时也引来左邻右舍的无情观看 就在这时小英突然腹痛才停了下来 来到回去后父子三个九九都没有说话 老韩不能再像小时候那样教育两个儿子 只能狠狠地跺了一脚发泄心中的不满 然后就摔门而出 玛丽知道小英的孩子没出事可吓是松了一口气 心想真要是没了自己可就成了韩家的罪人 这面胡老三替女儿分析其实老韩跟着他们过也不是不行 毕竟老韩有退休金而且还经常出去擦鞋赚钱 可韩刚的母亲啥都没有只能做饭哄孩子 是在未来婆婆给自己送饭的时候 就主动说自己同意让她去跟玛丽过 令你脾气今天你也看见了 虽然她上过大学 可是她心眼小 她容不下别人 要是韩说过去了 肯定你受气 不知道小英是不是真的担心老韩 但她的儿子娶了一个好媳妇 第二天老韩从一家律师事务所走了出来 然后把两个亲家和儿子儿媳都叫道解义 让两位亲家作为证人和儿子儿媳都要在上面签字 两个儿子看了以后都觉得这么做不合适 这明明就是不信任自己 到时候又不会不养他们老 其他人也都跟着在上面留下了自己的名字 今天是老韩儿子结婚的日子 可临近中午却一个前来捧场的人都没有 思议不想再浪费时间 如果再有半小时不开始就准备离开 这都是关键时刻老韩来找了有些威望的赵师傅 结束后老韩因为喝的太多被浮进了屋里 然后对老伴说今天这个改口环节 真的是太让自己高兴了 我们俩人呢 我们又不是上门的女婿 这是衣服 如果不穿会给你们丢人 那我们就穿 因为打了儿子一个耳光 往后的日子里就再也没听他叫过自己一声吧 在儿子结婚的这天亲眼看着他在自己面前喊着别人 心里真的是五味杂陈不知用怎样的语言才能形容 亲家母一回到家就忍不住发泄着对老韩在婚礼上的表现非常不满 也有多不如自己有一定要留好自己过河的钱 妈以前要存下积蓄 所以从下个月开始自己试着要做家里的会计 而且听话的韩刚没有多想直接就答应了 这天没想到玛丽又直接拿出两个塑料袋让他套上 韩刚看弟弟显得非常尴尬就让他赶紧进屋吧 玛丽对他的做法很生气扭头了还是回去吃吧 送走韩强以后玛丽马上就擦起了地 还让韩刚告诉他弟弟下次来了以后必须得换血 两人坐下来韩刚和玛丽商量想趁这 玛丽把新买的毛衣递给了老韩 这时韩强和小莹也走了进来 老韩对老伴说自己 小莹知道自己拿的东西有点太便宜了 就希望公公婆婆不要挑礼 毕竟韩强的条件不如大哥大嫂 而且孝不孝顺也不是买多贵的东西能体现的 婆婆只能赶紧化解矛盾 说不管送什么都是一片心意 接着张罗着大伙赶紧坐下来吃饭 转眼来到了即将拆迁的这天 老韩看着自己住了三十年的房子心里非常难受 因为明天老两口老伴上车以后 老韩一直舍不得先离开 在素芬的一再催促下才转身向家里走去 素芬看着老韩的背影越走越远忍不住泪如雨下 随后放好铺盖老韩就把赚钱的家伙事拿了出来 准备先去了解一下新的环境找个适合擦鞋的位置 韩强劝他已经退休 而且要害不太好还是在家养着吧 然而下楼没一会儿功夫直接就摆起了摊 晚上已经很晚了还在收拾擦鞋的工具 看见韩强就让他帮自己找个洗脚盆 韩强立明显有些不太高兴 然后饭也没吃完就起身去上班了 母亲有些担心就问儿子玛丽是不是不愿意了 韩刚简单安慰了一句母亲 然后放下筷子也出了门 画面一转时间又来到了中午 玛丽看婆婆只做了一个菜顿时脸色就沉了下来 对婆婆说晚上要回娘家一趟 所以她在家想吃什么就做什么吧 玛丽像是受了什么虐待一样跑回了家 对婆婆担心做两个菜吃不了浪费 没成想却引来了儿媳妇的不满 直接撂下筷子跑回娘家啃起了面包 在小儿子家里的老韩虽说也承包起了做饭的活 但儿子儿媳从来都是毕恭毕敬还非常关心她 所谓只子莫如妇 看出韩强有些不正常的父亲主动问她发生了什么事 这才知道单位效益不好已经让她下了岗 眼下小英怀孕正是用钱的时候 所以得赶紧找个工作 不出意外玛丽还是挑起了毛病 来到单位就和同事开始抱怨 婆婆就是在演戏 被别人看见还以为自己不孝顺老人一样 小英因为夜里腿经常抽筋 所以就来医院找东梅帮着做了检查 残强只能赶紧认错开始哄小英 还说一定让儿子以后天天都能喝上牛奶 实在没有办法只能来找父亲 把小英需要喝牛奶补盖的事告诉了她 然后就看父亲把盒子里已经揭不开锅的韩强 只能来求她 看玛丽明显是在应付自己根本没当回事 所以也就甩了脸子不再指望 回家以后父亲劝她实在不行 就先跟着自己一起 正面玛丽回去后对着韩刚就是一顿埋鱼 左耳进右耳出没太在意 可当听说弟弟已经下岗就和玛丽 第二天韩强果然来找自己帮她安排工作 尽管检 知道韩强下岗以后天狐老三来看小英得知韩强 所以劳两口很长时间根本联系不上 哎刚才 妈想问你一下 你说这玛丽 她喜欢吃什么呀 她喜欢吃饺子 所以还是明天再出来吃更好一些 可玛丽说什么也不同意 让韩刚给母亲打个电话通知一下就可以了 但正在厨房里忙活的母亲却没听到电话的响声 于是韩强果打一出来 可谁让自己没有家庭地位只能选择了忍气吞声 此时婆婆为了让儿媳妇开心已经包好了她爱吃的饺子等着他们回来 韩刚是明明都是婆婆在做饭洗衣服时出现的问题 但这些自己都可以理解毕竟他们是两代人生活习惯不同道也正常 我最看不惯的 开门时还将垃圾顺便带到楼下扔进了垃圾桶 白天婆婆想梳理一下头发才发现老伴送给自己的梳子已经不见了 于是赶紧跑到楼下从垃圾桶里又拿回了那把木梳 玛丽下班回来后发现那把旧木书竟然又出现在了洗漱台上 旧木梳在做起了服装生意卖的都是从广州进的正品港货 结果很晚才回家的韩强看见媳妇第一句话就是 我要发财了 小英一开始还不相信 但听到出卖 同样变得非常激动和韩强一起做起了发财梦 经过父亲的仔细盘问才知道想要随便收货必须先交一千块的押金 老后成为万元户还没有本钱的韩强 只能求父亲和自己一起去找哥哥帮忙贷款 可银行毕竟不是他开的 而且那时候银行按规定也不向个体户放贷 他看着父亲的为难和弟弟期望的样子只能答应再想想办法 这一千块钱不光对你哥对谁啊都是个不容易的事 真是给你解决了啊 我还是那两字 谨慎 我知道 韩刚回家后鼓起勇气和玛丽提起想借钱给韩强做买卖的事 玛丽听了以后连一秒钟都没舍得考虑直接告诉韩刚这钱千万不能借 已经断定平韩强的智商这钱只要借了就是有去无回 这不好吧 那有什么不好的呀 如果他再来缠着你的话你就让他来找我 我把这责任全给你揽过来了你还怕什么呀 行了行了别想了睡吧 没能从家里拿出来钱的韩刚为了亲兄弟 只能拿下脸和同事张嘴借了一千块钱 然后来到父亲的擦鞋摊交给了他 面对父亲问自己玛丽之不知道这件事就撒谎说是玛丽同意的 韩强和小英拿到钱以后都觉得玛丽这个大嫂还是不错的 以前对他还真有点误会 都是一家人 咱们都得好好过 知道 爸 你都说了好几遍了 是吗 这面的玛丽不想把钱借给小叔子 可对自己的弟弟却一点都不吝啬 听弟弟喊着随身听又坏了 于是主动说正好明天姐夫发工资马上给他买一个新的 第二天韩刚拿到工资以后来到了典当铺 他要将母亲当年为自己凑学费当掉的手镯赎回 也算自己报答母亲的一种方式 可当年老板收的时候只用了一百块 现在想要赎回却需要八百块 而且还是一口价 但韩刚并没有多说什么还是决定把他拿回来 柳爷 说实话 您开多少钱我都得收回了 那是 你是孝子吗 当他把祖传的手镯拿到母亲的面前时 母亲被感动眼泪都流了下来 因为他根本想不到自己有一天还能再看到这个手镯 韩刚则对母亲表示感谢 并说到要是没有这个手镯自己可能就上不了大学了 可就在这个时候玛丽突然回来 同时也代表着韩刚的好日子又来了 为了完成母亲的心愿 将当了一百块的镯子用八百块赎回 不成想被媳妇埋怨乱花钱 而且明明知道自己要帮弟弟买随身厅 她还把钱花在了没用的镯子上 母后为玛丽的弟弟买了随身厅 玛丽为了让弟弟高兴饭都没吃就回了娘家 不成想婆婆的做法没能换 韩刚和小英 面对小英感谢自己借钱给他们做生意直接蒙圈 回家以后冲着韩刚又是一顿怒吼 明明的钱都进了蝙蝠山 回去小英一翻包才发现底下装的衣服都是残次品 韩强才醒悟自己是被骗了 再次来到赵四住址结果已是人去楼空 今天是她第一千次去接不喜欢自己的女孩下班 只因为来得晚了一点 东梅竟然就被两个男人拦住图谋不轨 家旺即就是之前她还不忘对东梅表白 还说今天能为她流血也算值得的 因为家旺一直以来就给人一种不学无数的形象 加上东梅和韩刚从小就属于一对 所以东梅从来没有在意过家旺 直到韩刚被信契为了前途放弃东梅以后家旺才有了机会 幸好的腿真的落下残疾自己一定会嫁给他 老安知道女儿是为了报恩才想这样做的 所以说就算拿出家里所有积蓄做赔偿也不愿意让他嫁给家旺 可不管怎么说东梅都吃了秤坨铁了心要自己的路自己走 转眼家旺已经康复出院而且丝毫没有落下残疾 而胡老三让他一定要装出腿瘸的样子 第二天大夫指着片子说手术做得明明非常成功 不明白他怎么还瘸 已经看出端倪的老安指责胡老三有点太过分 这老安的你这你这不是狗咬李东斌不是好人心吗 这要不是我们家家旺救你们家东梅 他他他能成这样吗他 我跟你说 三叔 您放心吧 我说的话算数 东梅 你 最终父亲还是没能拎过女儿 家旺如愿以偿的娶到了东梅实现了屌丝逆袭 父即将领产男人却被关进看守所 幸好有老父亲骑着三轮车及时将儿媳妇送到医院 因为韩强做生意被骗害怕回头 而且没扛住他的诱导一起偷起了电缆 结果快钱没赚到还被治安员抓现行送进了局子 虽然这哥俩认罪 你我婆婆现在去医院照顾大人和孩子了 韩强知道自己已经当爸的消息就更着急想出去了 有什么事我会找你的 还被卖鱼的摊主欺负老韩不认识给予 幸亏被老安发现摊主杀的明明就是长了胡子的领域 生孩子肯定手头又紧了 说着就要给他取点钱先用着 但老韩还是硬挺着说不用马上就要发退休金了 韩强还发愁现在自己已经当了父亲 真的不知道出去以后连个工作都没有怎么养活这一家人 父亲伸手抓住儿子的手鼓励他说只要有力气就 一下午很晚才回到家 在楼下一直等着的父亲劝他还是要实际一点 先擦一段时间鞋度过眼前的难关 第二天爷俩一起在路边等活 一辆路过的运粮车因为没装好掉了几麻袋粮食下来 父亲让韩强赶紧过去帮忙装上去 从小力气就大的韩强很轻松的就把麻袋扔上车 男人很真诚的对爷俩表示感谢 还说改天有时间一定请他们喝酒 卡车离去后韩强发现男人竟然将皮包移落在地上 而且这父亲赶紧收摊回家说天上掉的馅饼简直就是雪中送炭 老韩知道儿子要将捡的钱 这样爷俩一直在路边等了很久还不见男人回来 父亲不顾韩强回家的催促仍然执意等下去 没一会功夫卡车果然真的回来了 男人看着老韩手里拿着自己的皮包连忙鞠躬道歇 还解释说包里的钱并不重要重要 我们家的保姆必须具备高中以上的文化水平 今天是女人的生日 她却话里话外都在提示男人以后不想让婆婆再住到家里 无奈韩强根本听不明白她的意思 还有了要孩子的想法 但被玛丽以事业为重拒绝 还说什么时候条件达到可以雇一个大学文庭的保姆再要孩子 这面的弟媳妇正在坐月子家上狭小的空间住着五口人 而且天气越来越热身为公共的老韩显得越来越不方便 虽然懂事的儿媳妇没说什么 但亲家胡老三可不想让女儿受这份罪 找老韩提起结婚前 他和胡老三说的不是没有道理 所以答应他回去以后一定想想办法 老两口躺在床上很晚都没有入睡 老韩把心里憋了好多天的话说了出来 你觉得我在这儿挺爱事的吗 怎么 你想干什么呀 他这天一天一天的可真热起来了 你看这个厕所有在这 人家孩子都不来用 你想干什么呀到底 我想搬韩刚那儿去 老伴虽然舍不得和他分开但也没有办法 只能握着老韩的手靠在了他的身上 虽然儿子和儿媳都劝自己还是先住 怀孕期间和公公住在一起觉得非常别扭 你这叫什么理由啊 反正我不管 我就是觉得别扭 你得想办法 父母听了韩刚的回复后开始犯起了仇 韩强知道大哥怕媳妇 但没想到会怕到这种程度 于是忍不住来找大哥讨个说法 韩刚一开始看到弟弟的态度 被弟弟埋态了一顿的韩刚非常沮丧 同时懂得把握火候的玛丽 也没再敢反对他接父亲来家里的决定 韩强回去以后把刚才的事告诉了小英 埋怨大哥再怎么也不能把父亲往回年 而且真的是一点都不硬气 也太把年迈父亲接到家里没超过一天 媳妇就忍不住跟他闹起了矛盾 原因是他觉得老头在小区里擦鞋赚钱给自己丢了人 让韩刚解释说父亲就是想赚点钱帮助经济困难的弟弟 看玛丽仍然不依不饶 只能同意找机会劝劝父亲 中午老韩为了不耽误客户来取鞋就准备办事 所以着急忙慌的又下了楼 不出意外韩刚对父亲轻疗淡写的意见 引来了玛丽的一顿埋怨 因为晚上玛丽没有睡觉 一直在等加班的韩刚回来 跟他抱怨自己已经受不了单位和小区的人 对自己的闲话 逼着韩刚现在就去和已经入睡的父亲说这件事 韩刚没有办法只能叫醒父亲 然后求他顾及一下自己的感受能不能就别擦血了 父亲反问韩刚自己可不可以到远一点的地方去擦 那别人也知道您是我父亲 是玛丽的公务 墙子那边有点困难 我说那我能挣点就挣点 能帮点就帮点 也应该理解吧 第二天老韩像往常一样准备去开工干活 不成想三轮车已经被人用铁链子锁住 两天以后闲不住的老韩终于忍不住向玛丽张嘴要车钥匙 解释说自己要是再这么待下去真的快别出病了 希望他能理解一下 尽管这样玛丽仍然没有同意还让他去找韩刚商量 老韩一气之下就用锤子把锁头给砸了 下班回家的韩刚看到以后也没说话就上了楼 结果玛丽知道后又闹了起来 抱怨老头怎么就这么固执 而且他心里永远都是韩强就没有韩刚这个儿子 你能不能不说了 我就得说 我真的不能让他去干了 我受不了了 你不怕别人的闲言碎益 可是我怕 人家不会说你儿子不孝顺 会说我儿媳妇不孝顺 说我不好 那你说怎么办 他就那性格 我打巧他就那样 他有性格 我惹不起 我走 玛丽 玛丽看到正在忙活的老头后停下了脚步 然后甩了一个脸子和白眼给他就匆匆的离开了 韩刚没办法追回玛丽就转头走到了父亲身边 你能不能不存些了 你要是缺钱我给你行不行 韩刚来到老丈人的家里准备接玛丽回去 马振华先是批评玛丽做的也不对不应该动不动就往娘家跑 但他倔脾气的父亲也是没顾全大局 因为自己已经得到消息 韩刚马上要被提拔为信代部的经理 韩刚听了以后心里瞬间乐开了花 顿时觉得还得是老丈人比较给力 接下来老丈人表示说现在全家上下要做的就是要维护好韩刚的形象 不能让别人看低了自己确保他顺利的上任 玛丽回家以后主动找公公提起了这件事 希望他以后出去别再到处提和韩刚是父子关系 老韩虽然认为不管到什么时候自己都是他爹 但在玛丽一再的劝说下只能保证以后不会再影响他们 男人第一次见到大老板的红包选择了拒绝 他的坚守底线赢得了老丈人的认可 饭局结束以后还不忘嘱咐女婿两句 这事你做的对啊 事情没办成千万不要收人家东西 如果办成了对方会重重的谢你 如果办不成呢还没有什么可说的呀 几天后孔老板主动登门对韩刚的帮助表示感谢 面对装满钱的信封韩刚一开始还在犹豫 但玛丽的眼神最后给了他收下的勇气 父亲回来的时候正好遇到要走的孔经理 老韩看他客气的样子加上听到玛丽和韩刚的对话 也就明白了事情的严重性 于是劝他们最好还是别收这些钱 马丽为了应付公公就装作答应明天去把钱退掉 回到房间后为了给韩刚吃定心丸还拿父亲做比喻 说他做领导这些年收了那么多红包处长不还是当得好好的 另外还可以用这笔钱还韩刚为了帮弟弟在同事那里借的一千块钱 而且还能将婆婆当掉的镯子赎回来 韩刚听了以后瞬间觉得这是个贤惠的媳妇 同时也就打消了心中的顾虑 几天后老韩来到小儿子家里看望刚出生没多久的孙女 无意间发现了老伴手上的镯子 加上知道韩回去以后通过质问得知儿子果然没有将钱退回 于是就提醒韩刚不能走歪门希望他能帮着劝一下韩刚要走正路 本身就一身黑的马振华内心反而觉得这是一件好事 到开始劝老韩应该多看看儿子身上的优点 老韩竖起三根手指表示这次可不是小事 马振华知道跟这个亲家根本说不通 于是就先答应他找机会一定给韩刚一点忠告 韩刚这就像是自己努力了这么多年终于有了回报 小儿子刚考了驾照成了运输队的正式司机 第一时间来接父亲体验一下坐汽车的感觉 接着又来到饭店点了父亲爱吃的肉馅饺子 你歌都这么唱 我真不明白了 父亲生病住院 两个儿媳妇因为谁来陪护炒的不可开交 毕竟韩强白天还要开车 母亲担心他太累就给韩刚打电话让他今天跟弟弟换一下 结果本来就不愿意的玛丽恰巧遇到韩刚和东梅抢着去给公公刷饭盒 醋意大发的他不仅认为是韩刚想和东梅偶断丝连 还觉得公公也在故意推波助澜 你怎么这么说老人啊 我怎么说老人了这是事实 玛丽 你现在怎么变成这样 跟个破腹似的 你 玛丽和往常一样被弃毁了娘家 父亲倒觉得这不算什么大事 可母亲听了之后认为韩刚现在翅膀越来越硬了 玛丽越想越生气对东梅也是越来越恨 于是就拨通了胡老三家里的电话 对东梅能够帮着韩刚一起照顾公公表示胆心 故意挑拨家旺误会东梅和韩刚还有联系 家旺瞬间来的脾气准备东梅回来以后好好收拾他一顿 马振华还算清醒觉得女儿太冲动 不应该把他们两个人的事扩大到满城风雨 强了 咱们家莉莉够委屈的了 这是韩刚的不对 还有那个安东梅太没有教养了 这面还不知道情况的东梅回到家以后 正准备给这爷俩做饭 家旺上来就开始质问他是不是一直在和韩刚联系 结果没等东梅解释完就挨了一个大嘴巴 东梅回到父亲家里被老安察觉到情况不对 一猜宝贝女儿这是被胡家旺欺负了 直接来到胡老三家里对着家旺就是一撇子 长能力了啊 学会打老婆了 东梅怎么你呢 天天伺候你们爷俩吃 伺候你们俩喝 你敢打他 我杠你 我妈妈你还有人你知道吗 走吧 我跟你说你也不改 那王老师你都非把你打瓶了 几天过后老韩在医院实在是住不下去 就出院回到了韩刚家里 中午吃饭的时候 玛丽玲的鼻子瞬间闻到了一股臭吻 这时就看老韩笑嘻嘻地端起了两块臭豆腐 看玛丽捂着嘴跑回了房间老韩自知闯了大火 接着赶紧把臭豆腐端出去扔掉 玛丽对韩刚又是一顿抱怨公公心里只有自己一点不为别人考虑 韩刚无奈只能来劝父亲以后别再吃这东西了 我错了 我给玛丽赔不是 我发誓以后我再不吃这玩意儿了 几天以后玛丽通过检查得知自己已经怀孕 老韩也第一时间把好消息告诉了老伴 开始准备做一些孩子用的衣服和被子 画面一转玛丽就顺利生下了一个叫做文文的男孩 老韩刚要伸手摸一下大孙子就被亲家母推了回来 你手脏 你别碰孩子 孩子小没有抵抗力 再让孩子受刺激 接着老伴把自己亲手做的被子和尿布拿了传 结果又被亲家母嫌弃又就又不卫生 你这些呀现在都过时了 你看现在都像这个了 这一次性的多好啊 对 流行这个一次性 看 我给孩子买的垫子 这多漂亮啊 还有图案呢 这一件啊都十多块呢 我打下的江山我心里有数 我挣的钱够你两辈子花不完的 身为处长的他刚刚退休就被老伴处处嫌弃 但是半小时前一位没老板的到来又让马振华找到了曾经的自信 哎 有事说事 咱们都是老朋友了 谁跟谁呀 说吧 就看两人聊了几分钟过后男人就着急先离开了 老伴知道他这是来了业务 于是就提起在国外留学的儿子急需转一笔钱过去 从来不管钱的马振华想不到自己仅仅退休几个月 家里就已经坐吃山空 俩人因为钱炒的正欢 玛丽打断了他们提起自己想买房子的事 因为房地产公司的老板是自己的同学 所以本来价值50万的房子答应只卖给自己30万 父亲一听这是个转手就赚钱的好事就让女儿赶紧定下来 但是玛丽正发愁自己现在连20万的首付也拿不出来 机会来了 刚才老孔找我呀 就是想让韩刚帮他贷点款 100万 有10%的回扣呢 玛丽回家以后马上就说了买房子的事 还提议等有了大房子就可以让韩刚的父母都来家里住 韩刚听了以后开始动心 所以也就有了第二天的这个饭局 韩刚看到老孔拿出的各项证明根本和玛丽接钱的手速 韩刚也就答应了100万的贷款 没想到老孔还算讲信用提前还款 让韩刚心里的石头落了底 可他竟然又提出想接着再贷一笔更多的钱 但因为手续不全被韩刚拒绝 老孔没有办法只能又来找马振华帮忙 马振华听了以后也觉得金额太大不太好办 但听到一旁的老伴突然咳嗽了一声以后 又开始给老庞留了余地说找领导再想想办法 第二天韩振华就把身为副行长的老同学和韩刚约到了一起 任行长先是夸马力能说会道 然后只是韩刚这个事可以办 但还是特意带了一句自己对这件事可是什么都不知道 几天过后韩刚就把十分之一的提成拿回了家 给了任行长八万过后还剩十二万 接钱收了起来 因为他们的对话已经被老韩听到 加上确认韩刚再次拿了回扣以后 真的不敢相信儿子的胆子怎么越来越大 对韩刚说这些钱足以要了他的命 现在这种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日子已经挺好了 为什么还不知足 哭口婆心的娶错老婆毁三代 穷小子韩刚如今就遇上了一个 虽然他在老丈人的帮助下当上了银行信贷部经理 可接着就为了退休的老丈人能够继续敛财和媳妇要的大房子开始收回扣 父亲哭口婆心相劝也没能胜过玛丽不停在韩刚耳边的教唆 为了打消韩刚心中的犹豫就让他先从赃款里面拿出三千块钱孝敬婆婆 然后把三万块送回了娘家用来资助在国外留学的弟弟 老韩把韩刚的事告诉了家里人 希望大伙一起去劝他把二十万的回扣退回 如果这个事不及时解决必然是家破人亡 接着老两口来到银行找到了大儿子 因为这里不方便说话 韩刚就把他们带到了一家豪华饭店 直接点了一只十斤的龙虾和五斤的鲍鱼 老韩果真来找马振华要回赃款 而且没什么商量必须一分不少的吐出来 看马振华找借口说钱已经会给国外的儿子 觉得韩刚正因为孔老板贷款即将到期没能还款所范畴 恰巧这时父亲又来给自己添乱就更加烦躁 马振华听了以后急得在家里转起了圈 玛丽问他韩刚要真出了事自己跟儿子可怎么办 不成想父亲竟然把责任推得一干二净把事都赖在了 这两年你可没少喽啊 你瞎说什么呀 已经下岗的处长一听这话开始哭穷 看着一手培养起来的接班人为了给两人创造利益即将进去 就任贷款人老孔已经跑路之后 韩刚彻底傻了眼 昔日神通广大的老丈人忙着撇清责任 让他做好金六扇门的准备 一家三口看着韩刚无助的离去都选择了冷漠对待 韩振华和老伴开始劝马力 现在只能抓紧离婚 把家里所有值钱的东西都拿回来 此时韩刚才明白谁才是真正的为自己好 回到家正好碰到玛丽在收拾家里的存折和之前的首饰 所以就指责玛丽自己刚出世 她就开始留起了后路 玛丽听了以后退一分钱就能少判一天行 说完就把存折摔在了韩刚的脸上离开了家 而且配车也被单位收回 马振华知道后被老伴一顿骂怪 他当初就不应该让女儿和韩刚在一起 眼下最重要的就是让玛丽赶紧跟他离婚 而且要看住外孙子不能让老韩家抱回去 接着把韩强叫出来一起喝了最后一顿酒 倾诉说到现在才明白 不管到什么时候父母和兄弟才是对自己最亲的人 接着又嘱咐韩强以后要多留审母亲的高血压 然后又来见母亲最后一面和他寒暄了好久 回忆小时候母亲为了兄弟俩过的苦日子 再到这些年自己对父亲的误会 不是他不想喊一声罢 而是一直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叫不出口 最后他独自来到了曾经和东梅经常来的小河边 此时老韩听老伴和韩强说的种种迹象 已经察觉到了有事要发生 因为挪用公款身败名裂 不敢面对现实服下大量安眠要准备先走一步 幸好被父亲和东梅及时发现送到了医院 丈母娘知道后觉得这可能是亲如听母亲的了 到医院以后被怪他们一家 害了大哥的韩强和小英用话一顿对 知道自己不占理的玛丽无力反驳 只能跑到角落哇哇大哭 韩刚因为抢救及时保住了性命 在父亲的劝说下选择来到派出所自首 马振华听说这件事以后 害怕自己被牵连直接吓成了脑中风 老韩嘱咐儿子一辈子谁能无果 所以不要气馁好好表现争取宽大处理 临走时又想起了一个问题 这个老话说哈 子不叫父子过 他犯了事我也有错 我也有责任 有没有这种可能啊 我不太懂法律 惩罚他的我能替他一点吗 不用说这是不可能的 但他今天能够带儿子来自首的做法 对从轻处理是有一些帮助 加上韩刚及时指证同案的相关人员追回了大部分赃款 最终被判处有期徒刑两年没收非法所得 玛丽没能扛住父母的逼迫不顾多年的感情选择和韩刚离婚 然后和那位做房地产的老同学走到了一起 两年的时间转眼即逝 韩刚出来的时候父亲和弟弟一起来接他 此时的韩强已经成了装修公司的老板 公司规模虽然不大但却有一个大人物作证 韩强把曾经的仪式一厅换成了两居室的大房子 还和父母住在一起 所以只能把大哥暂时安排在客厅住 还说等以后把钱挣够了就给他再买一个 东梅因为受不了家旺的欺负最终离了婚 辞去护士的工作以后通过努力开了一家家政公司 接下来韩刚不停地找工作 但是因为有钱科根本没人敢再用它 不得已就来到了弟弟的装修公司 韩强在向员工介绍的时候只说了大哥是名牌大学毕业 这次能来公司上班就是为了下基层体验生活 唯独没有提他进过监狱的事 直到这天一位客户和员工闹起了矛盾 因为公司使用了不是当初锁定的进口涂料 所以不想结清尾款 韩刚没有弄清情况下就和客户叫起了板 哟 你还当鼻子上脸了是吧 你臭打工的 还敢跟我叫板 是不是不想混了 把你们老板叫出来 去呀 这回这是我们韩总的哥哥 然而女人得知她是老板的哥哥并没有转变态度 却开始冷嘲热讽地提起她现在不是应该在蹲监狱吗 女人吓得没敢耽误一秒钟直接结清尾款 然后骂骂咧咧喊着以后不会再合作离开了 韩刚上班没超过三天就成功为弟弟减少了一个客户 回家以后又开始和父母装起了闷葫芦 在老韩追问下才说出不想影响弟弟的生意不准备再去公司上班 不得已老韩就带着他干起了修下水道的活 韩刚一开始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好非常用心 直到一个人的出现又让他的自尊心受到了打击 男人是玛丽的现任老公同样也是儿子的继父 他为了体现自己的优越感来贬低韩刚 就提起如果文文知道亲生父亲是通下水道的会怎么想 也许根本就不会认他这个爸爸 韩刚看着他离开以后将手套狠狠摔在地上又跑回了家 父亲知道原因后并不觉得这是什么丢人的事 孙子也会明白劳动最光荣的这个道理 咱活得好好的才不让人笑话 一天到晚的老是愁眉苦脸 那这叫人家笑话呢 韩刚明白了父亲的用心承认了错误 保证以后不会像今天这样了 第二天刚通完一个下水道又恰巧遇到了东梅 韩刚没好意思打招呼就先下了楼 东梅看韩刚现在能干这些活险的既惊讶又高兴 于是就和老韩提起想让他去自己的家政公司上班 老韩一开始还担心儿子会连累东梅 但在东梅真诚的劝说下还是同意了 可韩刚却不想被怜悯得到帮助 但东梅并不是因为可怜他才这么做 而是真心觉得韩刚拥有的才能会帮助到公司发展 看着韩刚还因为对从前的所作所为感到自责表示 根本没有脸面来公司上班 东梅不得已说出想要和韩刚重新开始的想法 既然现在老天爷都给了我们机会 我们为什么不能重新开始呢 这天韩刚正要去处理员工和客户引起的争执 东梅催着他赶紧去检查一下最近身体有些浮肿的原因 可韩刚说什么也不去非要先去处理事情 结果到了晚上在给公司写发展计划书的时候栽倒在了地上 来到医院以后因为老韩身上没带钱 所以是韩强交的住院费 没成想回家小英就开始了埋怨 现在大哥还没挣钱就开始往里搭钱不知道什么时候势头 不是你什么意思 我什么意思了 我就是说你应该事先跟我商量商量 当时你不是不在呢 我现在给我告诉你了是不是 你喊什么 你有理了是不是 我没 我就告诉我 我现在告诉你能不能接受 能不能接受 我怎么不能接受 我就说你应该跟我商量商量 我不是说钱的事 那是什么事啊 那是我哥对不对 此时门外听着的母亲将几颗塑销救星丸放在了嘴里 一天以后老韩终于等到了韩刚的化验结果 韩刚得的是尿毒症 身无分纹又患上了癌症 疼在自己身上考验的却是亲人 面对天价的治疗费用弟弟没有犹豫 可无奈家里的积蓄都被媳妇掌管 小英面对公共的恳求没有动摇 不想将自己攒的辛苦钱就这样打了水漂 尽管医生已经提出去北京治疗的建议 可父亲是有心无力迟迟没能带儿子动身 东梅了解情况以后果断卖掉了自己的面包车 又加上手里的积蓄 一起拿来找老韩给他拿去赶紧带韩刚去北京治病 老韩深知韩家已经非常对不起东梅 所以说什么也不肯收下东梅的血汗钱 韩叔这都什么时候了 你再说这个我生气了啊 现在还提这事 韩叔 就韩刚命要去啊 这钱您拿着 你说让我怎么好 哎呀韩叔 韩强为了救哥哥回家到处找存折也找不到 小英也不知道去了哪里 所以急得在家里直乱转 因为韩叔没收自己的钱 东梅就联系了小英 希望耽误之急他能替韩叔把钱收下 一开始小英有些推托 毕竟公公都没有拿自己怎么能收 最后知道东梅为了韩刚把车都卖了也就同意了 小英被东梅的善良所感动 明知道韩刚一无所有还能这么帮他 自己和他比起来确实不该那么小气 所以就把家里的存折拿了出来 然后和韩强一起来到医院让父亲准备带大哥去北京 还表示钱和一家人的情意比起来根本不算什么 这可让我怎么谢谢你们 哎呀爸 我但凡有一点点办法我也不会逼你们掏钱 等过了这一块 你们掏的钱我都一点点还上 行了爸 都什么时候您说这话 是吧 先不说这些了 咱们去看看大哥 走 就这样耶撒告别了家里人一起来到北京的大医院 经过专家的确认韩刚的病已经到了晚期 眼下只能用透析来维持而且费用是相当高 想要彻底根治只能做肾脏移植手术 虽然医院已经上报到肾源库 但什么时候能配行成功也很不确定 此时家里韩强的老丈人已经预料到了这一步 对小英说这可不是小事男人 要是少了一个腰子那就等于成了废人 所以让他赶紧给韩强打电话从北京回来 小英觉得韩强能够拿钱给大哥治病已经做到人质易尽 但捐身的是说什么都不能同意 好说歹说才把韩强说通片父亲公司出了点事要赶紧回去一趟 给人家的装修到时间没装完 人家投诉还要十倍赔偿 这就是信誉问题啊 不管做事做人信誉非常重要 你回去你要给你公司那几个人都说说 今天还有车吗 今天没有明天中午有一趟 接着老韩来向曾教授了解儿子现在的情况 恰巧被也准备过来的韩强听到了他们的谈话 曾教授建议老韩最好能说通韩强做一下配型实验 如果成功了既可以省下一大笔的费用又能及时挽救韩刚 老韩听明白以后刚要问曾教授一个问题结果却被一个电话打断 然后还因为有个着急的手术就先离开了 这个身患尿毒症需要患肾 在大夫眼中弟弟韩强是最合适的人选 他知道父亲来找自己就是要说这件事所以显得有些不安 没想到父亲的意思竟然是将他的肾捐给哥哥 听父亲这么一说韩强心里非常愧疚 表示父亲年龄大了不扛折腾还是让自己去比较好 但没有得到父亲的同意 而且还嘱咐自己不要让哥哥知道这件事 当曾教授听老韩说要捐肾的时候非常惊讶 因为他还没有见过这么大年龄的捐献者 为了替老韩的健康负责所以不同意他去冒这个风险 这个您甭考虑 到时候我可以律自据 没问题的 同意让他先化验 并否应担心韩强捐肾给大哥所以不停打电话让他赶紧回家 加上父亲也惦记着他家里公司同样催着他回去 我们都是从一个娘肚子里爬出来的 要捐肾给我捐呢 看父亲还在犹豫就接着打笔方劝他 自己捐一个肾以后生活还能过得不错 可病床上躺着的韩刚实在不忍心把弟弟多年的积蓄花光 所以和曾教授商量自己能不能先回老家的医院治疗 曾教授表示虽然理解他的心情 但还是劝他再耐心等几天 不幸的是韩强的化验结果没能配行成功 所以迫不得已只能父亲接着进行化验 父亲一听800块钱的房费直接扔下儿子就走了 然后找到了一家10个人住在一起的房间住下 三天以后老韩知道配行成功的消息激动的直拍大腿 但曾大夫表示需要得到所有家属的同意才能进行手术 这其中也包括患者本人 只有这样才能得到患者更好的配合 让手术进行的更顺利 不出意外 第一大学生的他不应该有任何怀疑 第二如果继续等肾源的话 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 而且就算是等到了有没有钱花还不一定 接下来的第三才是 还有东梅 东梅为了治你的病 把车都卖了 你外边这个腰子不行的话 赶快就把右边给摘下来 这是父亲为儿子捐肾前对大夫唯一的要求 素芬没能来得及送老伴和儿子一起进手术室 看得出来没几天的时间 老太太的头上就布满了白发 经过曾教授几个小时的努力手术非常成功 素芬既高兴又激动地落下了眼泪 接着他来到老伴的病床边唠叨了好久 但老韩一直没有反应 两天以后 韩强得知父亲还没醒过来非要去看他 母亲劝他现在养好身体才是父亲最大的心愿 就算他现在去看一眼也起不了什么作用 妈 你就让我见见他 我就想叫他一声 爸 妈 我求求你 你让我见见他 我就想叫他一声 韩刚来到父亲的身边哭诉真的非常后悔 没能听他的话走错了路 后悔没来得及好好孝顺他 一遍一遍地喊着自己是刚子他听见没有 老韩也许真的是被儿子的话所感动睁开了眼睛 大家都有 来 一二三 解释了 好